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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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行为的理解和期望 同时也发掘出新的亮点 让他那条 陈旧的公路再次给人以新鲜和兴奋的感觉 VGC评分为五分之三 分 他希望该游戏的机制能更上一层楼 VGC指出智慧的在线的理念中 蕴还能进行一次特别的塞尔达冒险的潜力 但不均衡的执行意味着他既不像塞尔达传说 众神的三角力量二那样在机制上令人耳目一新 令人满意 也不像塞尔达传说 林科的觉醒那样令人难忘 且制作精良 最后英国的卫报也给这款游戏打出了 五分之三的评分 称赞了他的表现形式 但同样希望游戏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表示这是一款不错的游戏 其中各种想法的混合 确实为塞尔达带来了一些新意 但我希望下次我们玩塞尔达时 能感觉更有力量 虽然这些媒体对智慧的在线的评分和评价 各有高低 但总的看来 塞尔达传说 智慧的在线 还是躋身了最佳游戏之力 游戏界权威游戏评分媒体Metacritic 根据82位评论家的评论 给这款游戏打出了86分 Metacritic认为 塞尔达传说 智慧的在线 有潜力成为一个全新的系列 这要归功于塞尔达作为主角 在叙事和游戏玩法方面 带来的众多可能性 它可能不是该系列中 最雄心勃勃的作品 而且肯定存在一些缺陷 但即便如此 智慧的在线 有很大机会 成为粉丝最喜爱的游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收看 也祝您游戏快乐 See you